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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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 北京的街头出现了这么一个老外 照片中 他身穿毛料大衣 这身时尚的着装 让他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身后满是好奇打量他的中国人 照片的主角名叫皮尔卡丹 这是他作为一位旅游者 第一次进入中国 70年代末的中国 在西方人眼中同样充满了神秘 当中国的大门渐渐敞开的时候 五彩缤纷的国际时装进来了 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进来了 西方人开始带着些许冒险的心态走进中国 即使在改革开放十年后 来中国学习中文 依然是件新鲜事 1988年的春天 曾任美国第一证券公司副总裁的 威廉·布朗来到下来 若干年后 大家都叫他的中文文字 潘威廉 潘威廉现在是厦门大学NBA中心的教授 熟悉他的人爱叫他老潘 20年前 这个还没有中文名字的老外 来到厦门的目的 很简单 学中文 对于当时32岁的洋学生老潘而言 中国是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 当他突然告诉妻子 自己想远渡重洋到中国学中文的时候 妻子的反应却令他颇感意外 来到中国之前呢 我一点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怎么样 中国人怎么样 他们穿什么吃什么都不知道 比如说我夫人 她说我们到大陆 我要把所有的衣服 把所有的衣服送掉 丢掉 因为要买新的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 她说因为中国人没有穿那个很流行的衣服 也没有穿那个颜色 很漂亮的颜色 他们都是蓝色或者灰色 当时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时常戴着有色眼镜 而事实上 1988年的中国 早已不再是外国人印象中的蓝蚂蚁 相反 牛仔裤 红裙子 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潮流 中国青年杂志 曾经对当时青年的打扮 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头发的长短 裤脚的大小 和思想的好坏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后来我到这边 我看见那个下大漂亮的女孩子 穿的那很漂亮的衣服 也有红色的黄色的都有 之所以选择厦门 是因为当时中国唯一可以接受 外国留学生家属陪读的大学 只有厦门大学 在这里 还有一些和老潘一样 渴望学习中文的外国人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十年了 但仍然有许多事情 让他们不太适应 我们有三十二个成人 大人学中文 外国人 也有好像八个小孩子 他们带了八个小孩子 所以外国人不多了 我们都住在那座楼是度假村 我们说度假村 那应该很好的 到那边很婆婆的一个地方 三十二个人 用一个小小的壁炉煮饭了 也后来他们说 我们要食堂吃饭 但是到食堂要用肉票 油票 面票 但是他说外国人 不能给外国人那些票 后来是一些老师 他们的面票 肉票太多 所以他们就是给我们 不然没办法吃饭 每到休息日 出到厦门的老潘 总会带着妻儿 一次次漫步在海边 也许是厦门的海风 有别样的轻柔 也许是这里的中国面孔 越发亲切 老潘和他的妻子 渐渐地爱上了这个 美丽的小岛 1989年初 当四个月的汉语学习 即将结束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遇 注定了老潘 与厦门开始 持续至今的不解支援 发现厦大已经开始 那个共产管理中心 我很高兴 那时他们 已经有一个外国老师 叫那个 后来我在这边 差不多两个月 那个人 美国家里有事情 他就回美国 他们很着急 找另外一个洋鬼子 他来乔门 他到我住的地方 他说 我说潘老师 你要不要叫共产管理 我说 我想一想 OK 已经渐渐喜欢上厦门的 潘维莲 马上做出决定 而远在美国的亲朋好友 对此则匪夷所思 因为老潘在来中国之前 已经是管理学博士 与别人合开了公司 并早已是年薪 十万美元的中产阶层了 如果在中国当外教 意味着老潘要正式放弃 在美国的优越生活 也有很多美国以前 美国朋友 他们说你大笨蛋 你这么胜负的生活 你跑到中国干嘛 很多人说 比如说我一大下大 很多人说 你拿到的那个共产管理 博士学位是浪费的 没用的 应该回到美国学习 怎么叫英语 脱服 我说我不要叫英语 我要叫共产管理 因为我看中国要发展 要改革开放 所以我想 共产管理很有用的 吸引他留下来的 是因为这位洋学生觉得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 离不开国际贸易 而国际贸易的成功 离不开NBA 厦门大学早在1986年 就成立了 工商管理教育中心 在中国第一个 开设了NBA课程 于是留学生老潘 留了下来 当了外教 成为厦门大学NBA中心 为数不多的 杨教授之一 他教的课程是 比较管理和经营战略 从美国带来的 很多是工商管理的方面 因为这边的 那时候没有 现在有 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 工商管理 都没有了 我买了很多 然后演出一下 哪个方面比较好 二十几年前 NBA教育并不像现在这样 充斥着各大经济院校 作为博来品 开放的中国 对这种精英型的 面向市场经济的教育方向 经历了一个渐进的 接受过程 开始的阶段 其实并不乐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我会认为 我会认为 这种精灰的 是 我会认为 我会认为